When I'm up through the night I can't turn down the noise Tell all the worries out of my mind About who I'm supposed to be I'll start to believe I can't get it right Remember the days I let slip away It was simpler times Hello大家好我是魔玩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可动人行的系列 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日系厂商SHF 是正式推出了最新电影巴斯光年的可动人行 魔玩这边虽然是没有来进行预购的 可是也是从热心的观众那边的借到一组 今天就来稍微开箱一下 我们的巴斯光年呢 当然不是在后面的这一组 而是在这边 这次由SHF所推出的巴斯光年 其实魔玩一开始也是有打算来进行预购的 可是碍于预算上面的考量 是有其他想要购买的东西 也是在同样这个月份发售 所以最后的话魔玩这边就没有来进行入手了 前几个礼拜啦 官方这边正式推出 其实是有出现部分砍单的情况 哎 毕竟也是我们万代所推出的 但是最近这几周巴斯光年 其实是都有在陆续到货啦 尤其要入手的朋友呢 是可以连着我们最新的这个超合金的战金呢 一起来进行购入 而且上面来说啦 魔玩印象呢 预购价跟现货价是只差了300到400块钱左右 也算是魔玩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虽然这么说啦 可是这个SHOF呢 其实定位上面还是比较适合大人取向 收藏取向的系列玩具 价格的部分其实就跟Figma算是差不多 就是在1600-1700块钱左右 价钱上面其实也不算便宜啦 当然呢还是比较适合大人来进行收藏来进行把玩 整体的涂装品质呢 其实透过这个小小的透明橱窗就可以看到 细节涂装来说是真的很漂亮 跟我们的美太系列呢算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除了投装部分之外啦 其实在整体的装备啊 以及一些配件上面来说 当然也是比较丰富一些的 头部造型头调的部分呢 也是附质了两种可以来进行替换 设计上面功能的取向 当然还是会比我们美太系列的玩具来的更加丰富 当然啦 魔玩这边说了这么多 大家还是比较期待看到本体的部分 所以呢 魔玩也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就直接来开箱看一下内容物啦 打开车后 合作内部呢 是还有附上一个简易的说明书 那这边替换零件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后面再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可以看到啦 这次的巴斯光年呢 实际上的尺寸应该是落在12分之一左右 跟上一次啦 来开箱的这个美太系列呢 应该是落在18分之一 所以实际上的高度呢 还算是有一个明显的差距 但最主要啦 从外观涂装的部分呢 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毕竟我们的美太系列啊 还算是儿童取向的玩具 所以呢 涂装方面来说呢 真的跟这个日系厂商 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涂装部分的差异很大之外 这次在可动部分的表现呢 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魔玩自己啊 也是第一次来把玩这个SHF的系列 这整体的可动设计呢 哦 真的也是有惊艳到魔玩 首先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头部的表现 头部这边呢 是可以做到很大幅度的摆动 因为呢在身体的这个连接处呢 其实就有做两处的可动设计 第一个地方呢 是在脖子以下 跟身体的连接处 是有一个小小的球形关节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在脖子跟头部的这个连接处呢 是又有再多做一处的可动关节 姿势上面的摆设呢 就可以更加的丰富 多么大幅度的转动呢 也是魔玩第一次 在这样子的可动人形当中看到 也算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说实话 在手部这边呢 肩关节这个部分 也是采用这种 类似于两阶段式的关节设计 是有一点点这种可外拉式系统 变成说在手部上面姿势的摆设呢 也就可以更加的丰富 手肘的关节处 这边的话呢 就是使用两阶段式 单向式的这种卡口设计啦 手腕这边呢 一样是使用球形关节的方式来进行设计 那在手掌的造型这边呢 加上这个握拳的姿势 一共是附上了四种不同的手型 身体的部分 这边设计就比较简单 是使用两阶段式的球形关节来进行设计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 它一样可以做到很大幅度的角度变化 像是往前弯腰这种感觉 又或者是向后伸揽腰这种感觉 这边的角度变化呢 都不太会去影响到 整体的设计来说啦 哦真的也算是蛮有特色的 最后啦 在脚部的地方呢 这边的球形关节 不用多说之外 另外在大腿处呢 一样是有做一个简单的 可以来进行角度上面的变化 膝关节的部分 一样是可以做到往后 最主要最特别的地方 当然还是叫于脚掌的设计 这些脚掌呢 一样是有融入这种球形关节的设计 除了可以左右摆动之外 连着前半段呢 一样是有一个小小的可动变化 可是那魔玩比较惊讶 也是第一次呢 在这种可动人形当中看到的是 它这边呢 竟然是有一个可以往外拉的机构 往外拉之后 是可以做到最大角度呢 将近90度左右的变化 虽然这样子看起来是稍微有点点怪异啦 可是在知识上面的呈现呢 如果想要以这种蹲姿柜姿的方式的话呢 想要呈现不同的造型 这样子的摆设除了可以更加自然之外呢 当然脚掌的部分也可以完全贴合在地板上 也可以增加呢摆设上面的稳定度 这个部分也是魔玩觉得 在整个可动上面设计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当然啦 这次呢也是魔玩第一次接触的SHF系列 所以魔玩也不确定说 是不是每一支SHF 其实都有这样子的关节设计 但是这次的开箱啦 也算是让魔玩了解到 不同的商家在制作这些可动人形 其实都还是会有特别设计不太一样的地方 除了我们的本体之外啦 盒装内部呢还是有部分的零件 首先第一个可以看到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头部造型头雕的部分 这边的话 只要把我们的头部呢稍微往上拔 就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替换 装完成之后 当然是可以再搭配盒装内部的这个透明罩呢 一起来进行变化 那首先的话啦 要先把我们两侧内部呢 这边是有一个小小的零件 是必须要把它给拔掉的 零件的部分是比较小一些啦 所以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呢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左右两侧呢 其实是各有一个小小的零件 把它之后呢 再把我们这个透明罩呢 直接给安装上去 对齐刚刚的卡口呢 直接来进行固定 OK这样子的话呢 就算是安装完成了 造型的部分啦 也就是变成大家比较熟悉的巴斯光年 除了头部造型之外 这次巴斯光年呢 其实还是有做很多隐藏部分的卡口 首先的话 在背部的地方 后面呢 02的下方处 这边的话 是有一个小小的安装插槽 稍微慢慢的把它往外拨呢 拿掉之后 就可以看到 内部是还有做一个小小的卡口 当然就可以搭配我们的飞行背包呢 来进行一个简单的配置 像是这个样子 安装完成之后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另外两侧翅膀的部分呢 一样是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替换 可是这边的话啦 就不能像是以前的巴斯光年玩具 只要按压前面的按钮呢 就会有一个弹出的机关 这边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还是要单纯靠替换的方式呢 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变化 完成之后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当然在色彩上面呢 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啦 左右两侧这个颜色呢 是有做一个简单的区隔 也算是呢 在制作涂装方面呢 比较详细一些 如果你不想要飞行背包的话 把它给移除掉 那在合作内部呢 是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卡口 我们把它给安装上去 安装完成之后呢 变成有一个侧边的卡口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一把光束刀呢 给安装上去 完成之后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啦 整体的装备呢 也就可以按照个人的喜好 来去做一个简单的应用 另外在右侧的大腿处呢 这边一样是有设计一个隐藏式的卡口 我们稍微把它给搬开 特别注意啦 这边的零件都比较小一些 在把玩的时候呢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不然这个小小的零件 掉到地板上 也是非常非常的难找 搬开之后啊 就可以看到内部 也一个小小的隐藏卡口 就可以搭配合组的 另外一个支架 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固定 最主要我们这个手枪的部分呢 就可以直接安装在侧边的这个地方 这样子也就算是安装完成了 最后在合作那一波 还有一个小小的武器 那这个武器的话 就主要是套在这个手臂的部分 只要把我们这个手臂啦 稍微给弯曲起来呢 这边是可以直接套进去的 也因为这边是使用这种软胶的材质啦 所以变成说呢 整体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合 安装之后的感觉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也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也因为摩安 这边是使用握拳的手型 那如果你是使用其他的这种一般手型 他的手掌是比较开一些些的话 当然还是要把整个手掌给移除掉 再去进行安装 才不会出现磨损造成的这个色移情况啦 这边的话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有的功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边摩安也就不再多说了 直接拍摄一些细节的部分 以及动作的展示呢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咯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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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